第五题 直连在直线上运动的VT图 如右图 第一小题 直连在T等于1的时候 顺时加速度是多少 现在题目要问 第一秒的顺时加速度 这是一个VT图 一条直线表示一个加速度 所以第一秒的加速度 就是0秒到2秒的平均加速度 所以第一秒的加速度 就是0秒到2秒的平均加速度 而加速度是速度变化除以时间 所以0秒钟速度是0 2秒钟这里刚好在中间 速度是15 所以后来速度是15 减掉原来是0 除以经过时间 经过2秒钟 所以0秒到2秒 它的平均加速度是7.5公尺 秒平方 这是第一个 0秒到2秒平均7.5 第一秒的顺时速度也是7.5 这是第一小题 第二 第一秒的顺时加速度是多少 第一秒的顺时加速度 是在2秒到6秒的这条直线上 所以2秒到6秒的平均加速度 就是第5秒的顺时加速度 所以 A 2秒到6秒的平均加速度 后来速度是10 而原来速度是15 所以40减掉15 末速减初速 这个叫速度变化 从2秒到6秒 经过4秒钟 所以25 除以4 因此平均加速度是6.25 公尺 秒平方 所以2秒到6秒的平均是6.25 因此 第5秒的顺时速度是6.25 这是第二小题 第三 T等于8秒的顺时加速度是多少 图上第8秒的顺时加速度 就是6秒到9秒的平均加速度 所以A 6秒到9秒的平均加速度 后来速度是0 原来速度是40 除以经过时间 6秒到9秒 经过3秒钟 所以等于 负的三分之四十 所以6秒到9秒的平均加速度 是负的三分之四十 所以第8秒的顺时加速度 是负的三分之四十 这是第三小题 第二 负连在0秒到6秒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0秒到6秒平均速度 我们要把位移除以时间 所以0秒到6秒 这个VT图 图形下的面积表示位移 因此 0秒到6秒 这里包括两块图形 其中 0秒到2秒是三角形 2秒到6秒是T形 所以我们先把全部的位移 Delta X 第一块的面积是0秒到2秒 三角形面积 底是2 垂直的高是15 所以2乘15 除以2 这是0秒到2秒 第一块的面积 加上 2秒到6秒 第二块的面积 这是一个T形 上底是15 下底是40 上底加下底乘以高 2秒到6秒 经过4秒钟 除以2 这是第二块的面积 所以 两块面积加起来 其中第一块把2约掉 剩下15 第二块 2跟4约分 变成2 40加15是55 55乘2 110 所以 位移有125公尺 平均速度 0秒到6秒的位移 125公尺 所以 0秒到6秒 平均速度 等于 125公尺 除以经过时间 6秒钟 所以 除出来 等于 20.8公尺 每秒 所以 0秒到6秒 平均速度 是20.8 而 0秒到6秒 平均加速度 是多少 0秒钟 速度是0 6秒钟 速度是40 所以 0秒到6秒的 平均加速度 A 6秒钟 速度 40 减掉 原来是0 除以经过时间 6秒钟 所以 等于 6分之40 因此 等于 3分之20 公尺 除以秒平方 所以 加速度 是 3分之20 第三 请画出 指点运动的 XT图 还有VT图 我们先画 AT图 因为我们在 第一小题 已经求出 每一段的 加速度出来 因为图形上 0秒到2秒的 平均加速度 一开始 是7.5 因为 原本的图形 VT图 一条直线 表示一个等加速度 0秒到2秒 加速度 是正的 7.5 0秒到2秒 一开始 加速度 是正的 7.5 这一段 而2秒到6秒 它的平均 加速度 是6.25 所以 2秒到6秒 第二段 加速度 是6.25 所以 比原来 少一点点 第三段 加速度 是 负的 3分之40 等于 负的 13.3 所以 第三段 6秒到9秒 加速度 是负的 3分之40 会更小 所以图形上 第一段 是正的 7.5 这是0秒到2秒的 加速度 0秒到6秒 是 6.25 这一段 而6秒到9秒 负的 3分之40 是后面 这一段 所以 这个 是对应的 AT图 而 XT图 我们要先知道 每一段 位移 因为 第一块的 面积 是15 第二块的 面积 是110 而第三块的 面积 我们先求 第三块 从6秒到9秒 这一块 这个三角形 底是3 而高 是40 底层高 除以2 这块面积 等于 60公尺 所以 把VT图 变成XT图 因为 0秒到2秒 这第一条直线 这个面积 因为 速度逐渐增加 表示越来越快 第一块面积 是15 所以表示 从 0秒到2秒 它从 原点 向前的位移 走了15公尺 因为 列走越快 所以图形 是一个向上的 抛物线 2秒到6秒 这里 速度仍然在增加 2秒到6秒 总共走了 110公尺 因此 到了6秒钟 位置 已经到了 125公尺 所以 这里 位置 这个地方 这里 如果说 是125公尺 这一段 因为越走越快 所以这里 又是另外一段 的抛物线 因此 图形 又是一段 向上弯的 抛物线 而6秒到9秒 速度开始减少 可是第三块面积 是60 所以 从6秒到9秒 从125公尺 再往前 又走60 所以走到了 185 可是 因为速度越来越慢 所以它的 抛物线图形 是一个 这个方向的 抛物线 所以 这个是 所对用的 这是第五题 这是第五题 我会认识的 我会认识的